黃王 黃爸爸可能覺得說 我就抓到這個地方 它跟我想出事 沒錯 想來想去 不知道怎麼有關係 他是有誠意 本來是說 喝農藥 他能夠接受 他去變賣家產 變賣土地 可以湊四百萬 甚至必要說 再跟地下賓莊 等於說借錢來還債 可是當時盼的金額 實在離他能夠還的這個金額 有一段距離 好 我們來看 就這個是家裡的人就是完全不知道這樣的跡象 那我可能是一座 但是家裡有一些小孩就是很累 一直在累犯 一直在犯錯 這種時候現在我相信這個鏡頭前面不少 爸爸媽媽都說 對啊 我家裡就是這樣啊 不知道要怎麼做 那怎麼辦呢 其實這齁 剛才我剛才說的一句 就是我在加上這二十多年來 對於青少年齁 一些這些保護官宿的這些齁 很頭痛一個問題 每一個家庭 我們小孩出的犯人 都說是教材派同學 都是你們小孩跟我們小孩打招 我現在來記起一例 這個例也是說我們聽到的心聲 希望看到我們電視的家庭 做一個警地 在中部有一個土宅主 土豪啦 就是那個燦鯨子 土地刮刮刮的 農地變建地有錢 老婆老婆都是民意代表 有錢有錢嘛 他們這個小孩在國中的時候開始變派 自己沒有去跟處理 反倒當中處處都在為他們小孩 電話人家的風格下來了 說你們小孩頭盆車 去風格去美風俱店 黑白說 我們小孩故意的小孩 國中的怎麼頭盆車 被enf much more 就這樣改決決一次 他們少爺檢聘 把小孩殺到 都說都是賣朋友長ぇ 他沒有在抓黑的 也改決過 逸而在 再而而三 老婆老婆心想這小孩 現在嚴重的問題在這 家庭都是生著 一男一女 超過了三層家庭就只有 所以在這個兒子 老婆老婆都要保命名 都要成功他們這個兒子,把他們怕說沒關係,你們爸做民意代表,還有錢,有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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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怕,OK 有一天,從國中開始他們這個兒子就在做老大了,有錢有錢,你把它想大方的,到國中的時候,是呀 有一次他的同學,這樣整天國中的開錢,就更快了嘛,國中就跑去台中夜店了嘛 去的時候,有一堆酒堂,應該是他們另外的朋友,他們的同學,他們到底要付錢,要付十幾萬 高中生喝個酒就十幾萬 差不多啦 北京都會喝嗎 北京都會喝怎麼喝啦 高中生,應該18禁吧,應該要禁吧 這少年快要給他臉嗎 進去的禁,本來是進來的 嘿嘿嘿,那樣子我都不知道啦 好 你如果不改天,我才會想帶你來看看 現在,他不就欠十幾萬 欠十幾萬的時候,頭的孩子還沒有錢 這個派的孩子,我們現在來講說,進去看這個派的孩子 他不就欠十幾萬,請我來,請你來,請你來,請你去看這個派的孩子 人家來討錢,討錢的時候,剛才那個孩子的老婆賣一塊塊,我哪有錢啊 他們的同學都知道嘛 對啊 越高越大條,為了拖這十幾萬,把這個小孩跟老公去山頂 老公去山頂,卡住了給他們,給他們老闆 你拿20萬來喔,如果沒有人家,我告訴你,就不能放回來了 還有三個人,老公去山頂,冠一天一天一天 他很狡猾,這個小孩,你如果想搬家,他都很狡猾 他也怕檢查自己,也怕他去報案 他就說,你20萬幫我拿去,來清水車頭 結果去清水車頭的時候,沒有人在那裡 第二次又打電話,他說你又叫警察,這樣我錢不願 小孩不願承認,錢也不願幫你拿 第二次打電話,你幾點幾分,來打電話,摸一條路 來那裡,交錢 第二次又沒有,第三次又去,死了 第三次去的時候,他們這個同學,就一直給他救 都好朋友嘛,他說有啦,我們老闆20萬給你,你給我回去 再打電話,再打電話,再打電話,再打電話 再打電話,再打電話,再打電話,再打電話 打電話,打電話,打電話,打電話 這個小孩死了 第三次要交錢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能交給他了 這個小孩去打電話 結果他不知道,這就是滷人囉嗦,幫忙 他想說,你欠我的錢啊 我是把你押出來而已,叫你老闆弟子來行啊 行事來,警察來,抓到了,破案 破案的時候,這個小孩已經死了 三個 幫票,撕票 他想說這20萬,你欠我的 結果不知道是卡電話,就是囉嗦,放票嘛 又撕票,一拍,沒有去渡場 那他們老闆老闆,去看看這個小孩 兩位偉大名代的父母親是不是 對啊,偉大的名代啊,又是好怕人家 母親到這條已經不知了解決了 在看小時候,去看 那個時候,我們就聽到心聲了 老婆老婆看到他們這個小孩 抓到他們這個小孩擠下去 怎麼是父母親貴啊 父母親貴的啊 不是犯錯的孩子貴 犯錯的孩子認為他沒有錯啊 他認為說,欸,爸 以前你就有夠力啊 你參加了公民議代表啊 我以前都在分共,你就都給我擺平了 那這次這個 什麼人囉嗦,撕票 哪有那種做的 是他欠我的錢,我把它倒下了 結果他們老闆老闆老闆 他說一句話 打得不好,我打得 從你國中開始變派的時候 我就都讓你生父母 生父母去,父母啦 讓你生父母去 所以說今天才會造成的 今天才會造成這麼大條 擄人囉嗦,減失票 誰敢有這麼惡心 所以說他們老闆老闆 只會是把他擠在口裡 說是遺憾 害怕的孩子 今天才會造成這個孩子 怕到這個地步 潘醫師,我們剛剛講幾個案例 特別是像黃啟鋒 他只是沉默寡言而已 家人萬萬想不到 他居然會去性侵 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到底孩子的 大概從什麼時候來觀察 可能有偏差行為 有可能會犯下 無法挽回的大錯 如果我們講 真的都犯下很嚴重案件 甚至有些人 連續殺害那種人魔等級 有一些啦 像這種反社會人格 其實小時候就會開始 比方說國中、國小的時候 小時候台灣有一句話 就是我們張大哥講的 這種壞孩子 小孩陶安鼓 陶安鼓 反社會像陳信心那麼嚴重 但是陳信心也不是一天造成的 有可能在年輕的時候 大概就會有一些跡象 我們講說青少年的行為問題 比較嚴重的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可能 其實這跟體質有關 跟基因有關 他們腦部 同理心的部位出了問題 他不太會去感受到別人的痛苦 甚至他去傷害別人的時候 他還會以此為樂 所以很多人小時候就會有什麼狀況 相信我們在網路上看到很多 虐待小動物 把貓怎麼掉下來打死 如果師父母心發現這個孩子 每一次就是虐待 從虐待螞蟻 虐待蝴蝶 虐待蝴蝶 一路到虐待小狗的時候 我變成牠板 我可能遇見牠 就是可能就是未來的殺人犯 我怎麼辦 也不是說每個都變成殺人犯 這些常常會有很多其他的問題 比方說說謊 偷錢 然後會喜歡放火 慢慢他就會愉悅 愈多愈多的社會規範 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很多父母會採取嚴厲的管教方式 其實剛好會適得其反 適得其反 因為所謂的反社會 反社會 他就是討厭權威 事實上對小孩而言 什麼叫做權威 父母親就是權威 你就是要用無盡的愛的包容嗎 包容 教育 這個其實也很不容易 同理心可以教育出來的嗎 同理心訓練不容易 但是有時候 因為他腦袋就缺乏 可是你要叫他知道說 你的問題在這裡 然後你要告訴他更多的社會規範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很多人其實在心理方面 他沒有什麼知識 他只知道說我會這樣 我覺得好玩 他不知道自己已經出了問題 你那時候要告訴他說 你這樣是不對 你以後長大會遇到很多麻煩 我們有很多法律規範 但是很重要一點 我覺得是說 你還是要跟他 保持一個好的關係 不然他有可能就是 你就是他要反抗的對象 他搞不好第一個就殺你了 殺是不至於的 但是有的人就喜歡說 像這種小孩很常常就是怎麼樣 逃家嘛 他不喜歡住在家裡嘛 那你父母親在跟他講任何事情 你想要影響他 不可能嘛 你還是要想辦法跟他 保持一個好的關係 那也許啦 你要找到一些方式 比方說有的人是不是需要看醫生 那甚至有的人 你要把他送到一個 可能約束管束規則比較嚴的地方 就有人說送去什麼 軍校或是住校 然後慢慢 我覺得很重要就是說 你要讓他自己了解 他這樣的狀況不對 那他有可能有一些攻擊衝動 你要讓他轉向到一些 比較可以說是對社會有益的地方 比方說有些人從小就是很暴力型的孩子 他很多的怒氣在心裡面 結果後來經過引導 他就當拳擊手 很會打人 就成功 單打球棒球手 在國外 我也看過一個心理學教授寫的文章 他說他後來長大去看這種反社會人格 或者說小孩行為問題的文章 他發現他每個都有耶 可是他今天為什麼沒有成為罪犯 他成為一個教授 他變成說 我後來想一想就變成是說 我會對這種東西感興趣 所以我會去研究犯罪心理 那甚至有的人他在當中 他去軍隊裡面 甚至有的人去當警察 他找一個社會能夠接受的方式 然後去好像說是去引導他的性格 他的本性這樣 然後不要對社會造成危害 其實如果說有過經驗 比如說我們在跟人交往之前知道他的背景 他曾經有過這樣的案例 是不是就可以比較避免自己 遇到一些傷害 像這個人 同樣的錯 兩次 但是我們就像他 其實就是很典型 像剛才潘醫生講的 他從小就是滿肚子的暴力之氣 他就是很叛逆 就是覺得對周遭生活有很多不滿 為什麼 因為他是天生的唇齒缺心 他是個兔唇的 所以他小時候 這邊好像有一個狀況 對 他是兔唇的 他當時非常的嚴重 所以呢就是同學都會欺負他 都會笑他 所以他就一股怨氣 沒有辦法宣洩出去 再加上他的家境其實還不錯 他爸是空軍的軍官 所以呢他爸就覺得心疼這個孩子 他不懂得去引導他的怒氣 他就是不斷地安慰他 補償他說 不要理他們 你不要管他們就好 所以讓他你知道越來越自我 覺得我的憤怒都是對的 但是就這樣子 步步錯 錯到他以後成年了完蛋了 他那時候先娶了一個老婆 本來跟老婆是很好的 但是呢沒多久之後就劈腿了 劈腿了之後呢 對 我們要說的是說 他的個性很暴躁 脾氣很差 當時他女朋友 只不過跟他講了一件事情 兩個人起了口角 他就把他殺死 你知道什麼事情嗎 他女朋友只不過跟他講說 欸 那我缺錢 你去幫我借個錢 然後後來他就跟他同事借 調不到說 欸 不好意思啦 他女朋友就生氣了 你沒有用啦 他從小到大最討厭就是 人家笑他沒用 因為他這個吐唇 他這個缺陷 他心裡面有障礙 所以當他女朋友笑他沒有用的時候 他一活之下 就把他殺了 然後棄屍 這麼可惡的一個人 欸 你想想看 他今天會殺他女朋友 如果我是原配的話 我怎麼想 你今天連劈腿女朋友都殺 你改天不會殺我嗎 你應該要躲起來才對啊 嚇都嚇死了 對 嚇都嚇死了 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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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前妻真的就是嚇死了 他痴心無悔耶 他已經殺了人 他去入監 他還等他 等他回來了以後 兩個人再生了 兩個女兒 你看 這麼偉大的一個老婆 就是說 我希望我老公回頭 你之前做錯事 那你也服行了 我會在這邊等你回來好 等你回來之後沒多久 結果他老公還是三不五十 就對他家暴 明虐他欺負這個前妻 那我不知道這個前妻是怎麼樣 他就說 他就告訴警察說 也不是啦 因為我擔心如果 我今天不配合他 我不受點他的毒打好了 他可能怕會對我的家人 會對我的女兒不利 所以呢 他就盡情的在 譬如說 讓他老公想住家裡 他就讓他住家裡 他要打我我就讓他打 好 但是最後兩個人還是離婚了 可是還是有聯繫喔 後來受不了離婚了啦 對 受不了終於離婚了 可是他還是沒有完全切斷喔 就是他老公如果 小時候一直想回家 還是讓他回家喔 好 就在這個時候 他又背著他的前妻 另外交了一個女朋友 這個女朋友其實說真的 乾淨漂亮 身家背景還不錯 是個補習般的 安親般的老師 對這個黃氏女友 結果沒有想到 也是因為一些錢財的爭執 這女朋友想跟他分手 他就火大 跑去人家安親班前面 這個案子當時很有名 跑去安親班前面 把他叫出來 然後當場開他兩槍 第一槍沒死 再補開一槍 這當時家長非常恐慌 非常的恐慌 就是安親班的正門口 對 那你說這樣子的一個 兇殘的一個手段 殺死了這個黃氏女友 你看1993年 犯下一起殺女友的案件 然後呢 這個時期她是劈腿的 然後2009年她雖然離婚了 但是呢她又再度犯下錯 再殺第二個女友 對 你知道這個女友的小孩 後來多可憐嗎 她這個女友 原本就一個兒子 案子過了這麼久 她的小孩子 不敢自己去上廁所 就是她沒有辦法 她隨時都會大小便失去 生活在恐懼之中 生活在恐懼當中 甚至她當時 這個法院有做 這個所謂的生死便的時候 她就有意思想要 像這個黃氏女友的家人 來求饶啊 希望法官可以因此 讓我免除死刑 但是家人當然不會接受 然後咧 她的小孩子 你知道多心酸 講了一句話 她就說啊 她就跟她的阿姨講 就是這個黃性死者的妹妹 她說阿姨 之前那個湯姆熊 殺死小朋友那個嫌犯 她說 我殺一個兩個人 台灣不會判我死刑 那這個人 她殺了她以前的女朋友 又殺了我媽媽 她是不是也不會被判死刑啊 你看害死了人家家裡 而且你知道嗎 所以她心裡的壓力非常大 對 暴力性人格的這個人 你害死了三個 你害慘了三個女人 最慘的是 連你自己的兩個女兒 也深受其害 因為他們從電視新聞上面 從這個警方的這個 逮捕的所有行動當中 他們都知道她爸爸是什麼樣的人 但是 悲哀的就是 再怎麼樣 還是親情檢不斷 你無法選擇自己的故事 沒有辦法 心裡面對於爸爸 有一股怨恨 但是到她爸爸被逮捕的前一天 女兒放下了 她說 我希望爸爸趕快去自首 我已經原諒她了 我好想抱抱她 看著她爸爸自首去離開的被 她女兒在家裡面崩潰大哭 好 觀眾朋友 你覺得可能會很奇怪 就是說當她拿著槍 槍殺了這位黃性女子之後 她第二期犯下的命案 你知道她這個前妻又做什麼事情嗎 對 這個前妻居然幫她藏力槍支 所以共犯 共犯 對 但是 但當時警方抓到 她去自首之後 後來警方去找她說 她就覺得很訝異 你前妻居然還在幫忙啊 是啊 所以說愛到更慘死的 張大哥 柏州大哥說的 桃園女子捐益裡面 一大堆啦 都是愛到更慘死 這齁 剛才我們就要說一說 這要請教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高雄了 部分人 沒關係 抱歉 連…連…連耶 Po 連浩森也要抱歉一下 對不起可以 我原諒你 嚇嚇 intelligent 我聽説一句話 小姐女你 這個婁 devenulden 一起很去稱領 很多一些我接觸過的這些,不只是龍潭女子建議,台中高雄 這些女婦家人,我真正在走 其中有一個案例,剛才我們在說他們太太都在擔任這個案例 甚至我把他們女兒去穿,倉庭的背包那裡,我告訴你,這很正常 這個不是新聞 不是說女婦就對了,大家都這麼說,愛到的時候 我是不敢說大家都這麼說 我的案例裡面,有幾個都是這樣 像我現在說這個例子,這個女婦人盟,盧林盟 他在我們龍潭女子卡閣裡面,他已經歸很久了 歸多久了,我們現在不便說 就是他當初要有一個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是販毒槍炮彈藥,招爐落網人 你就知道,賈毒還有槍炮彈藥,都這樣才有一些小白臉 他本身穿得很漂亮,他都賺錢在賜 他才會討論一萬,就是愛,叫他要揮甘 可能是處理說他是兄弟,或是媽祖就對了 他要救世,他的媽祖就是希望有一天,他的遺生沒關係 他可以救他這個男朋友,可以改血歸正 警察在通知的時候,他這樣處一班,再次班,班再次班 念他路舊三頂部,台北市內鵝南港,有路班到沒有路了 警察在通知的時候,他也都替他打扮 警察在通知,他都說沒有,他自己一個組 因為他本身身很漂亮,上班小姐 所有的經濟來源,都由這個小姐來給他負擔 有一次,最重要的就是,他出門 他在賣家賜,獨片都在背包,沒到背包 清洗也放在背包 結果被抓到的東西,他要不讓他自己脫座 他自己都生日,他說,是呀,是呀,這都我的 他說這是不是你們男朋友的? 警察一定會問他,他說不是,是他的中大 大家就不可能,清洗洗的指紋,看就知道有兩個人 結果兩人都跟我們破形,破形的時候,他自己一個這麼自己來反悔 老白老母同樣,老白老母想說這個女孩賺錢,他們都會嫁錢回來 為什麼會告一位男朋友,跟這個女孩失蹤 老白老母也是艱苦啊,希望這個女孩,知道這個原人之後就哭泣這個女孩,你要好好解僱 他說沒有了,他說沒關係,我齁,乖乖的齁,我出來我就跟我們男朋友結婚了 我們男朋友如果跟他出來,就會改革,會做好了 我們這麼賺錢,來吃老白老母,他說你破十幾年,要破十幾年 你是當時才有好處出案,結果叫他自己好好反悔 告到有一次,是因為他們這個男朋友,我如果跟他在裡面,他就在裡面 當他們身後,他自己好好地去對自己,對自己說他今天這樣實在也不對 好,破十幾年,照說關五人女孩就出來了,出自己後 他們這個男朋友就都失蹤了,所以沒人了 出自己後,他自己也沒有那個民主,還躲到他們家 因為怎麼樣?他們家家賺錢 老白老母子怕,怕說你們女兒子在賺 還這樣,還給我關起來 所以說他家也不敢回家,自己留在台北 在台北,已經要去上班,沒有那個條件,人老租房 買對壇,沒對壇,輪到他去曼家,去騎拼 所以說走到他有一天,他在騎拼,還去讓行司抓到 騎拼就讓他抓到,你看多歲? 他忍不住,應該是淚流滿面吧,覺得自己的一生怎麼這樣 人家說他自己剛剛靠了,靠就沒辦法了 他也是跟行司說 他說你現在給我抓,我沒怕 我剛才給他幾十多年,幾十年才出來 你現在還給我抓到,這風海風化,沒有幾個月 所以說在這個情形下,他們這些行司也很誇張 就是因為他自己嚇不到,自己老也在那裡參會 參會,已經不會有了 是,我們剛剛聽了這麼多的案例 就是說你要是有一個衝動,你想要做一點什麼事情 來紓緩你的怒氣,或者是你要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甚至你在進行邪惡計畫的時候,請你想一想 不是說殺人你自己來承擔這麼簡單而已 而是你犯下這個錯誤之後 你,你身邊所有周遭的人,對方的家庭 全部都是受到了影響 所以呢,這樣的心情,如果你有任何憤怒 覺得說不用做這個,不做這種壞事,無法解決的話 多想一下,你恐怕呢,就會讓自己減少很多年的眼淚 跟很多年的後悔